所以这台叫做Vivi-195 然后他们出一支新的探头叫6VC 这是dimension 4D的探头 TTE是胸臂 这支是胸臂探头 然后他们大小跟6S差不多 大小跟6S差不多 频率是2.4到8 就我刚刚讲的 这支探头是设计给小额科用的 不是成人用的 成人用的叫做4VT 这支叫做6VCD 所以频率更高一点 频率更高一点 然后4D的东西 它包括你量化所有半末的运动 枪式的体积 还有包括组织 它都用4D的方式呈现出来 它就把XYZ轴再加上时间轴 就变成4D 所以它可以量测相当多 相当多4D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对受益的帮助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量左心式 右心式都可以 你只要做一个view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四相式做出来 那这些它会自动把你切换 自动把你切换 你按一个按钮 它就自动把你切换成4D 这样子 然后这是牵扯到4D的测量 你有画面一样可以做测量 量体积最多 这里是体积 舒张中了 收缩中了的体积 所以你只要把心内末标示好 它就自动帮你算体积 这些都可以得到 这些都可以得到 有体积 有心输出 心薄量 心跳 这些 因为它是4D 所以它可以即时 即时呈现出来 它的体积变化量 这样子 这边一样会有 Ejection Flation 然后 因为跟体积相关 是Ejection Flation 跟距离相关 才是Flation Shortening 哦 所以事实上这里 你只做个四相式哦 其他两相三相 短轴都会自己得到哦 它有所谓的 8个slice 16个slice 4个slice 所以看你要得到几个view 它可以同步告诉你这样 然后我们刚说过 4D也可以做到组织的一些测量 组织的一些测量 这是Triple Plane 我们一般来说 在我们的204或202里面 大概都只能做到ByPlan ByPlan就是4相两相 包括你要做AutoEF 然后如果是4D的机子 它可以做到Triple Plane 会多一个三相式 这里两相 这里四相 它多一个三相 Triple Plane Triple Plane 这是实际你去做运算 然后它可以做 心机的表面的成像 它一定要先做Triple Plane 就是协同图先做好 然后一样 从4枪转成3枪转成2枪 然后转成一个 子弹型的左心识别 但是这个只是看心机的表面而已 心机的表面 心外膜 心外膜 也不看心机 也不看心内膜 跟那个都没有关系 它从Tri衍生出来 这都是今年新的东西 然后因为这是胸壁探头 然后进一步去做4D的成像 这样子 4D成像有很多种 看你要做什么样的成像 那部位不同 刚做的是左心 现在做的是右心 这样子 一样你只要做好4枪式 那其他包括短轴 包括两枪 包括三枪 它都会自动帮你主向 自动帮你主向 这都是右心的 右心的 然后再来就是不同的半目 像这是二间半 它有一个不同的主向告诉你 包括十道有十道的 胸壁有胸壁的 那十道的都会比胸壁来得清楚 因为它是贴着心脏在做超音波的 然后它测量的东西也非常多 二间半 这是主动卖半 左心房 当然它都是以4D的角度在看 三间半 那这是我们实做的 然后今年有个新的东西叫做BSI 就是它把血液做SPECLE SPECLE IMAGE 我们一般所谓的斑点 我们做的是心肌 我们现在做的是心肌的SPECLE TREGING 2D STRING 那这一种做法呢 它是做血流的SPECLE 所以它把血流的方向叫做流体力学都做得很清楚 它可以藉由这个流体力学的变化 在人他们都是做人工心脏 你譬如说这个人换了一个人工心脏 这个人工心脏在这个人的身体的血液动力学的表现 血流怎么进来的 因为他们有单位 这怎么进来多少单位的血 然后这血流是怎么走的 在这种模式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叫BSI 就是你只要把支援BSI的探头做好 按Color 然后按BSI按钮 按下去以后 对不对 再按Major 它就会出现三种不同模式的BSI给你 它有三种 这叫做BRAD SPECLE IMAGE 叫BSI 这也是今年新的东西 所以它出来会变这样 BRAD SPECLE IMAGE BRAD SPECLE IMAGE 按BSI的按钮 按Major 就会出现不同的影像 它有三种模式 有三种模式 这种东西 看你血流标示到哪里 所以你要涵盖整个左心 整个右心这样子 看你要做哪里 大部分都做左心为主 所以这是心脏的流体力学在做的东西 然后你只要采样够好 它一样可以由BSI 来去算它的左心式的体积 这样子 这我刚讲会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这是LINE的 Command的 Aroad 一样的血流 它用三种不同模式去表现出它的血液动力学 叫流体力学 不是血液动力学 当然它可以转换成我们要的 血液动力学的数据 这样子 只是我觉得应用应该还没有到 我们受益还用不到这边 只是今年的机子有 今年的机子 其他都是传统的测量 然后它多了AI AI 这种东西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抓 你只要 告诉它这是左心式出口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你要 LVOT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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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它就有个AI的按钮 你就按一个AI 它就会自动自动帮你计算 你如果认为它计算的抓的都很好 你就按OK 你如果这个AI做的不好 你就按跳出 然后自己手动再去计算 现在AI大概超音波已经应用的蛮多了 应用的蛮多了 左心比较多 右心还没那么多 然后在2022里面也有 你的1除以1'的1' 你旁边有个AI那个按钮 你也可以按一下 让它自动帮你去标示 1'的速度 那不对你就跳出来 那如果OK你就按OK 这样子 所以比较初阶的大概在2022就有了 我们现在拿到的版本是2022 这都是传统学义动力学 我们一般平常有在做的 这个没什么特别 只是把它做一遍而已 它一样可以做任何的组织 照TVI的成像 这个是TSI 对不对 一样可以做 以前可以做的 它都可以做了 然后这是我们刚刚说过了 今年还可以多做LA 左心房的Strain 左心房的Strain 比如说你碰到二肩半为主的疾病 MMVD 然后你可以去标示左心房 本身的功能来反映出二肩半MMVD的严重度 也可以 用左心房的角度来看 看MR的严重度这样子 然后大部分做起来它标示 比如说一样是做 你看这边 真的是四枪式 四枪式 你尽可能要让你没有要整个呈现连续的B 呈现连续的B 不管你从四枪 它做出来都是U字形为主 两枪式也是 你看两枪式这里是不是左心耳 这个画面事实上不好 它等于会有这段是中空的数据 所以理论上 这边也是要 你要切一个角度 没有看到左心耳的时候 左心房呈现连续B的状态 你去量测LSStrain 会准一点 所以这是四枪 这是两枪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 204的版本 就是今年的版本 你只要Strain做完以后 它会自动得到Ejection Freation 就是Auto EF的意思 你不需要再额外做Auto EF这个动作 包括左心房 包括左心四都一样 你一般的Strain 2DStrain做完 那就会自动得到左心四的Ejection Freation 你不需要再额外做Auto EF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强调Auto EF这个东西 这是Auto EF 你不用做这个 我们202的版本还要做Auto EF 因为它不会在你Strain做完以后 自动告诉你Ejection Freation 但是204的版本已经可以了 今年的版本已经可以了 你看这边一样是两枪四 这边是看到左心额 对不对 这个View不好 你要让它呈现一个连续B 没有看到左心额的时候 这时候去算左心房的Strain 这样的可信度会高一点 所以你们有时候在抓View的时候 你如果要做到LSStrain 以后如果没有拿204的版本 会用204再做 那你要用这个画面做 你的左心是必成连续的状态 因为这个就被左心额中断掉 这个View就不好 这一样是两枪四 一样是两枪四 所以你在做LSStrain的时候 要注意这样子 那其他都是我们202有做的 我们现在就都有在做的 这是MyCardewall 他一样有MyCardewall 都有 从AFI 从2DStrain Speckel Tracking 你都可以再加血压 就可以自动算MyCardewall Index MyCardewall Efficiency 这也都有 这202就有了 不用到204了 现在都可以做的 MyCardewall 然后右心的数据包括FAC 就是面积的变化量 对不对 我们公斤束缚筒 面积的变化量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之前要先有正常值 然后再去计算 左心房面积 舒张中了 收缩中了的面积 相减 再除以 舒张中了的面积 叫做面积的变化量 FAC 不得低于35 不得低于35 这是看右心的收缩功能 然后这个是看 右心舒张中了 跟收缩中了的变化 这个是距离 距离就等同在算 右心的FS 缩短分率一样的意思 然后 今年204的软体 它还多了 右心4的AFI 我们一般来说只有左心4的AFI 那今年有规划右心4的AFI 就Auto Function Image 一样 但是它只有规划 4枪式 也没规划3枪式 也没规划2枪式 所以你要做到右心的Mercadio Index 还是要照我们以前的方式 做2D Strength 做2D Strength才能得到 然后做完它一样会有曲线 包括代表PSS的 也可以代表TTP Time to Pick的 就是时差 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叫Color 就自动把你切换 这是今年新的功能 这是右心4的AFI 那你量测的时候 有哪些要注意的 比如说 心肩部 如果损背Q了 就要把它排除 你这样量测会太低 变成尾音性 所以这边有多出来的乳头肌 你也不要计算 像这种Cinemo不平整 你也不要计算 乳头肌也不要计算 TTPQ了 就呈现网状的新基币 你也不要管它 你要把它跨过去 这边都介绍得很清楚 这到204才有 到204才有 但是我们202一样可以做 这个问题不到 问题不到 这是两枪式对不对 我们得到一样可以得到两枪式的PSS 然后包括 这是三枪式的PSS 然后做完我们一样可以得到PSS Time to pick 这个都OK 然后再去切成我们要的 MyCardivo Index 这是右心 因为这是在195上面做的 然后它一样没有办法再报告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另外用摄影的方式做 这是右心不是左心 它在机器上面就可以做MyCardivo Index 我们是在软体上做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跟我们做的方式都一样 因为这些数字都不会在报告出现 所以我们用即时录影的方式 你要这些数据的时候再去截图就好了 只能这样 目前只能这样 每个区块的数字不会呈现在报告里面 这是心脏的部分 所以多了LSFM 多了RV的AFI 但是它一样不能 不能去定义三枪 跟两枪的右心式的AFI 所以它MyCardivo 一样没有办法 做到三天半打开关闭 去定义它的时间 所以跟我们现在2022做的是一样 我丢到YouTube的影片 三个给你们讲的 但2014也只能最多做到这样而已 它并不能去定义 把三天半打开关闭时间 废动卖打开关闭的时间 跟我们的右心式的AFI结合 包括四枪三枪两枪的AFI的 那个画面数字去做结合 所以跟我们2022做的是一样的 目前也只能这样 然后ESC 欧洲心脏超音波协会的做法 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在去年底就发表 去年底就发表 然后2021今年的ASE ASE是美国心脏超音波协会 ASE 也正式把MyCardivo Index 变成心脏超音波诊断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里面就 里面就举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非常多的例子 我们可以在那边再看一下 看一下 应该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Normal 比如说以Jething Flash 58 然后呈现出来的GLS是-20 GWS1770 GCW2035 GWW27 GW1498 这是血压 这样子 正常的情况 然后在DCM的时候 FS下降 GLS 只剩下-1% 这是 类电粉沉着 GLS还有-8 所以这收缩变得非常非常差 GW只剩下-58 对不对 然后在 CA 类电粉沉着的时候 大概还有90%的GW 新机的做工的效率 90% 但GLS只有-8 他举了几个例子给你 然后这是肥大性心肌病的 过度收缩 过度收缩 GLS也只有-11 正常要-19到-25 -18 -17 -16 -14 -15 -13 -12 -11 但是你看 收缩不好 对不对 收缩不好 你做 只做 Ejection Flation 他还告诉你有过度收缩的现象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有时候做M Mode 不管你做BiPlan的B Mode也好 做M Mode也好 那不能代表整个心脏真正的收缩功能 否则干嘛要做这个东西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对 现在差别是差别在这个地方 兽医大概 了不起做BiPlan 对不对 可以得到LVEF 那兽医最常做的是什么 左心式的FS而已 M Mode 对不对 那个不准度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尽可能要求你现在 尽可能都要做到GLS 就是你要左心式也好 右心式也好 要做到AFI 要做到AFI 你才可以看出这个心脏真正的收缩功能 是好还是不好 你不能用Ejection Freight 来告诉我 LVEF已经72 表示他心肌过度收缩 不是这样 你以整个左心式来看他收缩还是不好的 GLS才-11 我们说最少要-19到-25 对 这是今年的最新的AS1 美国心脏超音波学会他们提到的 他已经把 麦卡迪沃 麦卡迪沃 M 列入心脏的常规检查 美国 对 那我们之前找的 不是这篇 这篇 这篇都是比较的 在 Time to pick 的时间也好 然后在收缩不好的时候 他同时跟你做比较这样子 这个也是 然后这一篇 是做右心的麦卡迪沃 这是去年的ESC 欧洲新浪 蔡英波协会让我们做的 他们用的版本是204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202 但是我说过 他们204能做的跟202是一样的 表示我们之前做的是没有错的 我们之前做的是没有错的 他一样在204的时候没有办法定义 三千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还有肺动麦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他没有 Integration到AFI里面 所以跟我们做的是一样 意思就是说 二千半打开关闭时间 跟三千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他的 误差值非常非常少 只有几毫秒而已 所以在可许可的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他并没有去真正的去定义 三千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肺动麦打开关闭的时间 在算AFI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定义这个东西 所以跟我们202做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ASE也正式接受 MyCardework MyCardework InFusion RC 到心脏的常规检查 给你们看一下 目前这个东西做到哪里了 只是兽医还没有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先做而已 这是今年可以做的 大概给你们提了一下